那接下来的时间 还是会有一些 我们男士TV上的一些 歌迷朋友有一些问题 特别想要问一下左灵杰 首先第一题是 之前看团宗的时候 左灵杰每天很早起床 吃早餐 在运动一会儿 自控能力 真的很让人羡慕跟佩服 想问左灵杰 怎么样才可以像左灵杰一样 每天这么早起床 也不赖床 还能活力满满的呢 早起的人分为两种 第一种就是那种 一睁眼睡不着就起了 还有就是可能睁眼之后 不行我想睡 我其实属于第一种 但是我睁眼之后就睡不着了 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我爸是一个非常手势的人 他从小接送我跟我姐上学 他非常讨厌别人迟到 就是每次吃完饭 他就下楼开车坐车那种 如果我姐逼我先上车 他就会直接走 那你走路上学吗 遇到那种全班都在了 老师开始上课了 我站在门口敲门打开 这种很尴尬的时候 所以后面就告诉自己 你必须要常在我点前面 有时候会跟他商量 我说你吃慢一点 你先别下去 我们一起下去 要打配合的这种 打配合 他们起太早了 可是为什么这样都没有人 去房间叫你起床 就是我爸他不是那种 就是起床了 他就是闹钟你自己定 然后自己起回轮下等你 起得来就起 起不来拉倒 起得来自己走 对吧 后来就觉得不能迟到 然后你又要早起 你整体塑造了一个很严格 又冷漠父亲的这个形象 在大家脑海当中 因为可能在他比较在意的 几个品质上面 他会比较严厉一点 就是他其实是希望锻炼你了 是 第二个问题 刚才也说到家人 那家人会点评你的一些舞台表现吗 可以说说他们的一些观后感吗 其实我爸妈会看 他就觉得跳得挺好的 就是不管我干嘛 我扭一扭 他们就说扭得挺好的 但是我姐可能受我的影响 然后她也开始学跳舞 她经常会发现事情给我 你这个绿豆还需要加强 就是可能给我扮准的 好 下一个问题是 请问左林杰 你那个常戴的行李箱里面 装了多少东西 就是换起的衣物 就是每天多好换 可能去一天准备两套 万一突然下雨 那这套在光线下面就不太好看 就会准备很多套 然后就很多的复养 给自己一个安慰 就给自己退一万步 都有一个感觉 好 下一个问题 请问左林杰 经常你播放列表当中 会出现的歌曲是什么 最近在听一个英文歌叫 What you made me do 所以你是喜欢美媚的 没有 听歌 听歌我听律动 那你生活当中比较喜欢的一些 音乐人是哪些呢 我喜欢周杰伦老师 林俊杰老师 林俊杰老师 那是杰伦伦老师 还有其实我也会听那个林肯派 林肯派 所以你会想说 在未来我自己的这个音乐作品当中 也可以尝试一下 像Rock这种风格的一些作品吗 未来我觉得有机会肯定要尝试 但是目前的话 听得比较爽就行了 先慢慢地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学习跟熏陶的过程 是的 对不对 好 谢谢 当中我刚刚有忽略的一点是你的特长 特长写的是 85块 运动 桌球 和整理房间 我看到你有一个把桌球有单独写出来 对 因为我其实那种比较坐不住的那种 在学校里也是 可能大家 学校里可能有一种就是 不太喜欢出去打篮球 但学情特别好 但我就是使劲往外冲的那种 因为我觉得身体特别地重要 那你成绩又很好 你不是让那些不爱出去的人很生气吗 也没有 成绩那可能相比他们就会稍微的差一点 就是没有那么好 但是也算属于拔劲的 对的 既然桌球很厉害的话 那来 上桌球 你就这样开始了 你刚进的那个是橙色 开球进可以重新选的吧 不可以 如果如果你重新选的话 你就给对方多了进了一个球 做好人嘛 这么嚣张 来吧 来 上 店长 打吧 可以 杰康的眼神感觉他瞪了我一眼 可以 可以的 哎呦 店长我们会不会这样有点 哎 你看得到啊 什么 你看得到啊 你不是转过去了吗 转过去了 那时候我去看看 你怎么叮叮沪 你怎么鬼鬼碎碎的 对 大 我以为他看不到 你知道吗 好 inf adesso 所以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打桌球的 其实我从小开始打了 多小 从一两年级吧 真的假的 整理房间也能称为是特长吗 你别说 这真的整理房间 这也是一门学问 你真的很擅长吗 最近练起来了 所以觉得自己 还是比较的在行一点 有什么样的心得 就是断手鱼 就是经过我这段时间 整理房间 我发现就是 可能很久很久之前的东西 但是你今天翻转 你是不是比较很熟悉 那你这扔还不扔呢 对吧 因为你觉得你会用到它 但其实你回想过去的 四五个月一年 你并没有想到它 那么这问题就来了 好 来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八舞蹈 八舞蹈是个什么 八舞蹈就是 其实就是跟学舞蹈 那个快慢 机舞速度有关 因为很多人都说 你很天赋型 就是肌肤看几遍就会 对不对 没有那么夸张 那当年看张艺兴的 《Shift》看了几遍会的 也没有几遍了 不能说没有几遍吧 我觉得这个舞台 还是挺有难度的 发现这个坑了 好 学会了 我也需要横看很多遍才可以 为什么就是一问到张艺兴 她又就有一种张艺兴上身的感觉 我觉得她很警惕 对 没错 好 那既然说到这个 八舞很厉害的话 我们就现场让你来试一下 好不好 好 我们就找了一个 我们觉得还蛮难的舞蹈 可以 厉害的话一遍就搞定 好不好 一遍搞定才叫八舞厉害 是你的特长 对 不太厉害 接受这个挑战吗 我可以尝试一下 试一下 好 你先看一下 很好 很好 可以吗 哇 不是很难的 这确实不是我平时遇到的那种风格 真的假的 我平时为什么会遇到这种风格 这个就是相对来说还 感觉看一遍应该你就会了那种 它其实比较洗脑了 对不对 你平时的风格是 平时的风格就是 跳街舞比较多吧 就是对 可能就黑啪也会有一点 然后或者是编舞很重一点 耳朵会多一点 OK 来 开始了 开始了 可以 这样吧 厉害 果然是八舞厉害的特长 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八舞厉害的 因为其实除了平时上舞蹈课的时间之外 就平时自己练习的时间 然后也会看一些别人的舞蹈 其实八舞难 它就难在 因为它是镜面 第一你要是把别人反过来之后 对 这个它很厉害 因为刚刚那个腿其实你是对的 是那一边的 但如果我们在看镜面的时候 其实未必能够get到这个点 对 因为它就确实会很绕 你要先把它换成正面 换成动作之后 再以正常的学舞的那种进度 把它串在一起 所以你是可以直接看着这个舞蹈 然后脑海当中过滤成镜面的 然后自己学会的 对 很有力地回击了妈妈 是的 不知聪也很聪明 好聪明 所以那个时候是怎么会去想到学跳舞的 那个时候是因为其实我有个表弟 他是学跳舞 后来我觉得他就在各大的 比如说舞台上 或者是别人自信特别好看 后来我就说那我也去试一节课 结果那节课之后 老实说我学舞 学得特别快 那可能就是给了我一种自信 所以第一个学的舞蹈是 大概哪一种类型 我第一个学的其实是那个 Michael Jackson的有一个 那很难 你起步很高 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流行 对 太空漫步 对 对 就是那种太空步什么的 对 一学就会了 咱第一节课就学会了 哦 那他就是有天赋的 是 后来就开始认真地爱上了舞蹈 没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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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